许愿超度狗狗投人 却梦见了自己投胎成了狗 委愿的果报丝毫不爽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经常被大狗咬 因此非常怕大狗 后面因为前夫爱狗 我也受感染开始喜欢小狗 但见大狗还是很怕 2013年 朋友送了一只小狗给我 这是我第一次养狗 直到2018年 搬到香港居住 因为房东不允许养狗 而将狗送给朋友来养 2018年8月1日 接到朋友电话 说狗狗突然抽筋网生了 我当时正在广西放生 听到后伤心过度 一时口快说错话 竟跟菩萨说要把狗狗超度头人 当时许愿49张小房子给狗狗 每天108遍往生咒 直到49张小房子念完为止 因为我要经者太多 这49张小房子念了足足半年 后面我居然跟观世音菩萨说不念了 平时我做错一点小事 都要念礼佛大唱悔文 但当时业障阻碍 并不知道要念礼佛大唱悔文 其间一直不停梦到狗狗 每次梦到都有念21张小房子 但还是不知道自己违愿了 每次梦到狗时 我肚子就非常胀 胀得像皮球 其间有个童修梦到我乳房长了东西 后面乳房确实开始疼痛 还有一个童修梦到我出车祸被车撞了 梦中 幸好观世音菩萨来救我了 所以才幸免 针对两个梦境 我已经许了相应的小房子和放生来化解的 这是莲花帮我挡了两次结 但是2020年8月 我肚子胀得像皮球 噩梦连连 梦境提示要念1163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其中梦到王父、王母、药金者、狗狗等 8月22日 澳洲师兄委托一个男师兄 打通了师父电话 以下是2020年 8月22日师父给我看的图腾 弟子当时许愿 如果狗狗的事情解决了 如果严寿了 如果莲花上去了 弟子一定现身说法 说再看个73年属牛的女的 她的胃长得像皮球一样 73年属牛的 还有 还有她 第一 肠胃肥大又肥又大 第二 我看里面有长东西 不知道是恶性还是良性的 在她的右腹部 右腹部下面这个地方 她的肝不好 肝不好 肝不好 为何肝都不好 那这个得许多少小房子 哎呦 很多的黄膳 你问她吃过黄膳吧 好 她是南方人应该是吧 太多 太多黄膳了 嗯 你叫她 小房子先 一公平大概念四百张吧 嗯 四百张是吧 嗯 先 这个东西说 先一点点 二十一张二十一张念吧 嗯 好好好 因为 她总是梦见她那个狗 她前两年狗死的时候 她说 要许 许愿把狗抽到头人 他是不是那个狗 上才那身 他想问这个 哎呀 狗上身了 嗯 是吧 百分之一百的 我看一下 嗯 是个母狗 哦 就是狗狗的是吧 是啊 嗯 哎 刚刚看到黄膳 现在看到狗 我还看见有一个 有一个男的 矮矮小小的 他可能钓过的孩子吧 可能是 哦 那总数还是四百张吗 师父 是啊 嗯 嗯 对 他的 英国很可怕 听不懂啊 是 他连华是一一二五六六 嗯 他还在呢吗 哼 掉下来 啊 这样啊 六年 他还有六年寿命 以后会头出生到 这么严重啊 这么严重啊 那就是拼命念礼佛唱 谁叫他去操 谁叫他去操都出生了 他一笔都说错话了 可能爱他 赶快跟菩萨重新说呀 凡人肉太智慧不开 是吧 师父 对啊 你讲了之后 你要赶快要 要反过来讲的呀 嗯 当时 师父看图腾 说我莲花已经掉了 但之前 师父看我莲花 在委托菩萨附近 以下 2018年1月30 师父曾经帮我看的图腾 他问 因为同志不应该联发 他还在不在 联发 就是他的 12566 12566 对 他还在 联发好不好 嗯 他在 哇 他在维托菩萨附近 他非常好是吧 很好啊 他很好啊 好了好了 做得很好 好好好 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 师父看图腾说 我肚子里有很多黄鳃 一点不错 我老家是贵州的 16岁就来广东打工 吃了非常多的黄鳃 而且 每次去菜市场 挑选活的 让老板杀 还喜欢吃活虾 帮儿子买活田鸡 因此造了很多杀业 我许了网生咒 超度黄鳃 可是 还有童修 梦到我身上 鼻子里 都有很多黄鳃 在爬 因此 又许了 108张小房子 来超度黄鳃 请观世音菩萨 慈悲 原谅愚痴的弟子 在梅学佛前 身口意所造的罪业 当时听师父说 弟子莲花掉落 只有六年寿命 往生后 头畜生道 我伤心欲绝 天天在佛台前哭诉 也不记得哭了几个月 我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第一天学佛就吃全素 三个月许愿清修 我许愿弘扬佛法 救度众生 我都做到了 最后就得投畜生的命嘛 菩萨也不动人因果 谁叫我说错话 做错事啊 而且 被业障阻碍 不知道要念 理佛大忏悔文 来忏悔啊 师父开的四百张 早已画完 前后给狗狗共画了 总共大约八百张吧 具体已经记不清楚了 如果记错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理佛大忏悔文 念了约八波 一百零八遍 尽管如此 二零二年三月 我还是又梦到自己头畜生了 在狗碗里找食物吃 我当时打电话给一位师兄 他说可能忏悔不到位 然后教我 重新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弟子凡人肉胎 智慧不开 我忏悔自己说错话 做错事 给狗狗带来的伤害 我对不起狗狗 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 给我忏悔的机会 让狗狗得以解脱 让狗狗去一个善处吧 如果狗狗解脱不了 我也解脱不了 我们这样相互折磨对方 如果狗狗和众生在我身上 他们解脱不了 那我念的小房子质量也不会好呀 这样大家都难受 可能是我声泪俱下的忏悔 感动了菩萨 感动了狗狗 然后又许了两波 108遍礼佛大唱悔文 21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在2022年4月 一天晚上睡觉前 我并没有双手核实 而是三称 拿摩观世音菩萨 然后问观世音菩萨 狗狗还要多少张 当晚梦到狗狗 投胎成一个刚出生的小狗baby 跟今世我抱回来时 是一个品种 我在梦中 还叫它今生的名字 醒来后实在太开心了 简直喜出望外 狗狗终于投胎了 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一直以来的加持 观世音菩萨第一次给我严寿 2021年我们度新人 当时梦到吃两大盆面条 盆都装不下了 师父说放声严寿 度人也可以严寿 感恩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第二次给我严寿 师父2021年10月9日涅槃 我非常伤心难过 哭了好几场 没有师父仿佛天要塌了 没有了依靠 弟子父母已走多年 在香港严寿 在香港举目无亲 只有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呀 这下真变成孤儿了 难过得无法言表 有一个师兄说 给师父放声 可我身无分文 没帮师父放一条鱼 于是 我想起两年前 儿子去澳洲读书时 许人说拿到奖学金 会拿出钱来做功德 儿子不负所望 每年拿三千元澳币奖学金 弟子承诺拿一万港币 出来做功德 如今师父回天了 我估计不知何时 能再去澳洲了 许的愿如何完成呢 于是 弟子把帮儿子存的学费 换成人民币 帮师父放了八千三百元的大鱼 全有鱼宝宝的 当天早上 梦到生产面条的那种机器 产下好长的面条 一直铺在路上 铺得好长的路呀 我在梦中喊 哇 好多面条呀 醒来后想 可能菩萨告诉弟子 路还长着呢 我帮师父放声 菩萨和师父 却帮弟子严寿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发愿 一定努力救度众生 心火相传 一事修成 报佛恩 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观世音菩萨 请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 慈悲原谅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弟子许愿 终生如素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终生清修 弟子许愿 用余下生命来弘扬佛法 救度有缘 超度有缘 请观世音菩萨 保佑 让我有更多慧命 有个好的身体 来弘扬佛法 救度众生 感恩佛陀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佛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